最同修 最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今天 借这个清明 孝亲报恩 这个中风三十系念的法式 借这个姻缘 继续来给大家洗讲 中风三十系念内容的 开示的大意 就是选择一些 主要性的 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 在这个念佛当中 还有这个 非常地密切的关系 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我们首先 一定要知道 阿弥陀佛呢 跟我们一切众生啊 他的关系啊 是一个非常地密切 密切到什么程度呢 所谓的密不可分 都是一体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 是一 不是二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 在这个生活里面 抵不过外面的诱惑 再加上内心的烦恼 外有诱惑 内有忧虑 所以感召了我们现在 变成六道的凡夫啊 所以在五量寿经里面 我们师父上人啊 不断地都在劝导我们 你要相信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 才能够成就的 首先 你要相信 你本来就是佛 你本来的面目 本来就是佛的 现在我们修行 只是把这个 我们已经迷了太久了 五量节以来 到现在我们还在流浪 用这个方法 把我们唤醒 那什么时候醒过来 那就看大家 什么时候放下 很简单 这个道理啊 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所以这几天呢 在大佛期啊 我也为大家分享很多 我所修的这些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而且在这个三十七年里面 很多中风口式的内容的开始 都是非常的精华 对我们这一生念佛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这几天呢 是在讲 很发喜 再加上你们呢 再加上你们呢 的护念 在这个会场啊 我能够跟大家来 喜讲这个三十七年 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们 所以啊 如果我们呢 有讲错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因为你们学佛呢 比我早 师父出家 已经二十多年了 到现在还不悟 就没办法开悟啊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听话 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 认识这个佛法没有别的 就是要赶快觉悟 赶快解脱 我们这个人生啊 说实在的 不是对这个人生没有信心 但是实在讲 这个人生太苦了 太短促了 一眨眼 生命啊 就没有了 所以金刚经所讲的 一切 有违法 如梦 换泡影 一眨眼 很短促的 一下子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脆弱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等一下呀 这三天来 我也是一样 把中风果实的内容 主要性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今天我们举办这个三十四年呢 都是以孝亲报恩 来举办这个三十四年的 简单来讲呢 我们这一次的三十四年呢 最主要性的 我们作为佛教徒 首先我们要提倡什么 提倡孝道 昨天呢 很多在美国这些科学家 在洛杉矶 站出来表明了 一桩事情 而且呢 讲的话 非常的沉重 就是在警告我们人类 这个科学家 他讲啊 他说如果人啊 还不改变的话 还不改善的话呢 那我们将来这个地球的人类 会结肿了 讲得这么严重 因为这个天灾人祸 已经在你的眼前了 随时随地都会来了 而且将来会很严重的 那如果人呢 还不改变的话 那将来呢 我们的后代子孙呢 那苦不堪言了 所以站出来哦 很多这些科学家 大学家这些 一边讲 一边掉眼泪 叫我们赶快觉悟啊 不能再执迷不悟啊 执迷不悟下去啊 天灾人祸啊 那就不可思议了 但是人能够听进去的多少呢 讲归讲啊 谁能够相信呢 你要拯救这个地球 只有一个方法 科学家只能劝导我们 赶快觉悟 赶快醒过来 因为这个地球呢 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 这个地球太完美了 没有这个地球 人类是没办法生存的 所以这个地球呢 能够运载万物啊 没有这个地 我们怎么能够生存呢 所以啊 用一种表达的 悲哀的表达 让我们人啊 赶快醒过来 但是怎么刑法呢 他们不知道 怎么刑法呢 所以印光大师 在世的时候啊 为什么一生不予 与与利德 都在提倡 英国的教育 因为印光大师所讲的 要停止这个世间的灾难 只有一个 人人一定要相信英国 如果人人不相信英国 你想一想 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的 害人 害己 因为他不相信英国的存在嘛 所以古人讲得好 人人相信英国 天下太平之道也 人人如果不相信英国 天下大乱之道也啊 现在我们这个天下 就是这个样的 是大乱了 人心已经乱了 随着自己的欲望 随着自己的明文立扬 自私自立 不断地去追求 不断地去破坏 不断地去伤害 世界哪来不灾难的道理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 讲得很清楚啊 依报随着正报转 正棒的角度 讲我们的心 依报讲的就是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好不好 关键是人的心 从小的范围来看 一个家庭能不能美满呢 看个人啊 你说钱财能够解决问题 能解决问题吗 在眼前我们所看到 好像 但是事实上呢 它真的呢 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因果的观念 英光大师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 我们今天来做这个三十七年 没有别的 希望蒙阿弥陀佛 大使大悲 让我们的过往的父母 我们的家亲 见熟 我们的累结 因亲在主 在这一下那 都是在当下 在这一刻 能够蒙阿弥陀佛 见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三十七年的目标 那不仅仅为我们的家属 为我们的过往的父母 为我们的累结 因亲在主 也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心能够扩大 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大在化小 小在化五 那用什么方法呢 英光大师的用这个方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佛说 阿弥陀经最后的一段 再明确地告诉我们 能以五着恶事 五着指的就是 结着 见着 众生着 烦恼着 命着 这个叫做五着 在这个五着能够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很真的很不容易啊 现在的人 严腐体的众生 最严重的烦恼是什么 就是建着 建着 佛为我们归纳五大列 哪五大列呢 建着的意思说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见解 我们今天的想法 思想 已经很严重的 都在犯这个严重的误解了 那这个建着 五大列是哪一类啊 这个在佛门啊 用词啊 大家应该要知道 第一个就是生见 第二个就是边见 边见都是偏见的意思 第三 借取见 还有什么呢 最后的叫做什么 邪见 邪见里面太多了 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里面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思想 很多事情 有时候啊 已经不是正知正见了 严重的邪见了 已经很严重 在周围啊 在我们的周围犯内啊 已经非常的严重 而在这个邪见 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有一条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就是人人不相信英国 才来感召了现代的这个时代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 如果今天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不敢去伤害人 你明白吗 因为重什么 将来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报 跑不了的 所以三世皆空啊 因果不空啊 所以要小心 起心动念 源于造作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要相信这个道理 你重什么样的因 将来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报 你不能怪别人 今天我们被人家伤害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 可能伤害别人 今天我们常常被人家骗 被人家伤害感情啊 种种的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中 可能 或者在这一生当中 不知不觉 常常用我们的语言 来去伤害别人 你所重的因 将来你就会说什么样的果报 这个每一个人都跑不了的 所以今天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有因都有果 都有因缘的 不是没有的 没有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莫名其妙的 没有的 都有因都有果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常常讲 你可以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我所说的话 但是你要相信这个因果的存在 释迦牟尼佛是再来人 是一个智者 是一个得道者 是一个成佛 对这个宇宙的事实真相 已经通达明了了 所以把这个事实真相 给我们讲得清楚 那今天我们怎么办呢 赶快忏悔 只有这个方法 所以因果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啊 从今天开始 我常常给大家前几天讲的 师父定下来的功课 只有三个 每一天 随着这个功课 就是这个功课定下来 我要随着这个功课 这个定下来的功课去做 每一天去做 哪三个功课呢 该看的 该看的 不要看太多 该讲的 不要讲太多 该听的呢 也不要听太多 讲多了得罪人 听多了烦恼 看多了心善乱 把你那个心 好好的 老老实实的 放在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没事 要懂得修 所以印光大师 在这一生当中 为什么不予予利的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我借这个姻缘 跟大家讲讲话 聊聊天 难得嘛 对不对 三十七年 偶尔再办一次 我也偶尔跟大家来 见见面 因为我这一次 非常难得 我在这个澳大利亚 雪梨 能够定在一个地方 能够住超过两年的 从来没有的 两年半 所以我常常想 这个是可能 古人讲 一切都是老天 老天爷最好的安排 突然间冒出来这个疫情 大家也乖乖的 住下来 不然的话 到处跑 所以这两年半 蛮有收获的 真的很有收获的 说老实话 真的说老实话 这个夜底师父要回印尼 要回印尼一趟 因为关系到父亲 父亲一周年 所以要回去 来做两长的三十七年 所以要去回去 不然的话 师父好像不想回去的 想再度多一两年 那个心才能够定下来 现在还没开始 但是要多在一两年 心能够定下来 但是没办法 一定要回去 不然的话 我很不想跑 真的感觉 以前到处跑 没有这样的感觉 一住下来 原来这么舒服 就算自己煮菜 洗菜 买菜 洗衣服 打扫 当做修行 不错 以前不知道 以前我们只知道 时间到了 我吃饭 时间到了 赶快去睡觉 从来没有去想到 原来做这个家庭主妇 真的不容易 所以很佩服你们 来鼓励一下 男的 不容易 你 做一个男生 你愿意吗 在那个厨房 搞那个 今天要煮什么菜 明天要煮什么 后天要煮什么 你愿意吗 不愿意的 好麻烦 煮好吃还好 煮不好吃呢 被人家 显东显西的 这个 真够麻烦 所以我很佩服 你们这个家庭主妇 但是 你不能把它当做压力 当做什么 当做修行 洗菜的时候 阿弥陀佛 洗碗的时候 阿弥陀佛 打手的时候 阿弥陀佛 看到孩子不听话 也是阿弥陀佛 哎呀 没事了 真的 所以真的 借这个音乐 给大家来讲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相信 这个英国的存在 回去 记得 该讲的 去讲 该劝的 去劝 不该听的 不要听 不要听太多 该说的 该看的 该看 不会该看的 全满不要看太多 你把这个 功课定下来 你那个心容易清净了 真的 你们最近 有没有念佛 一种 体会到那种境界 当你念这些 南无阿弥陀佛 的时候 能够跟这些 阿弥陀佛 融入了 相应了 你能够达到 这种的境界 就算 没有圆满 全部的融入了 但是 起码 你那个心 最基本 已经融入了 跟阿弥陀佛的 那一种 相应了 有一个境界会出现 什么境界呢 整个 时间 空间 都没有了 就是说 时间跟空间 没有障碍你的 在这个时候 你那个心 能够融入 西方极乐世界 你能够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 看到阿弥陀佛 看到清净海中 看到整个 西方极乐国土 你那个心 已经达到 这种的境界 所以中风果实 告诉我们 清太 故乡 没有一个国土 能够来 障碍我们的 只要你能够 融入到 那个境界 真的 水中文果实 三十七年 一开端 就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东西不隔二六十内 反胜同土 我们反复 就算现在是反复 只要你那个心 已经念到 这样的程度了 你那个心 跟圣人 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 要达到这个目标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 你真的要相信 你有这个能力 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个能力 就算今天 我们不懂经教 就算我们今天 我们的根性不高 就算我们今天 没办法像祖师 大德那样的境界 只要你那个 肯念佛 真心念佛 你相信有阿弥陀佛 你相信你自己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看在五量寿经里面 有一段经文很重要的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法杖比丘 见到老师的时候 他跟老师讲了一句话 他说老师啊 我看到九法界的众生 天天都是因为烦恼痛苦 我想要建立一个净土 没有烦恼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得救尽乐 离救尽苦 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要怎么样来修行 我在什么时候 才能够成就 让一切众生在我这个国土 好好安心修行 安心办到 在这个地方 没有忧虑 没有痛苦 没有烦恼 没有生老病死 没有爱别离苦 没有苦 只有乐 只要能够让这些众生 一切众生能够得救尽乐 有什么样的方法 我一定要去修 了不起 阿弥陀佛 了不起 处处 处处都是为众生而着想 我们呢 处处都是为自己而着想 哪来不痛苦 哪来不对立 哪来不战争 哪来 不讨厌 厌恨 但是啊 当法杖比丘提出这个问题呢 老师怎么说呢 很赞叹 你太了不起了 法杖啊 你太了不起了 老师就告诉法杖比丘 他说啊 你有这种的心 只要这个心 你能够持止之痕啊 持之以痕 且而不舍 持续之痕 就算这个大海的水 有多广 有多深啊 一桶取水啊 总有一天啊 这个海水 也会被你取尽了 这个是老师 在这个五量寿经里面 告诉我们这种事情 告诉法杖比丘 鼓励法杖比丘 你要相信你自己 只要你有这个心 你都能够成就的 只要你能够持之以痕 且而不舍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道理 就算这个海水 就算这个海水有深广 都会为你被取尽了 你想一想 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啊 只要你能够那个心 能够持之以痕 其而不舍 一遍的一遍的念 把他念熟了 将来你念佛 一定会成就的 你将来会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是一不是二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做三十信念 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有两桩事情 我要提倡的 第一个就是英国的教育 我们要相信英国 第二呢 印光大师告诉我们 你要拯救这个地球 拯救这个人类 化解所有的灾难 除了英国 第二个就是提倡孝道 所以为什么印光大师一生 不予予利的都在提倡 我们佛经的一部经 哪一部经呢 哪一部经 印光大师一生不予予利的提倡 哪一部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 有八万四千法门 四十九年 一切经都是以地藏菩萨本愿经 为中心 为基础 没有地藏菩萨本愿经 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你都承效不了的 你没办法成就的 无论你怎么修 你相信我 你的孝敬没用 你那个心 发菩提心发不出来 菩提心发不出来 你念佛能够成就吗 很难 所以我们看到 地藏菩萨本愿经 一展开 我们就看到什么 一段经文 无量无边 一切诸佛 即在道理天空 当释迦牟尼佛要讲这一部经 还没讲之前 死方一切诸佛如来 通通全部都在这个地方了 聚会了 而且最特别的什么 你们去留意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完了 释迦牟尼佛讲圆满了 死方一切诸佛如来 有没有解散 没有 还在聚在道理天空 具体来讲 西方极的世界 阿弥陀佛也不例外 东方药师如来也不例外 通通聚会在一起 为什么呢 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 让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 你在事业里面 你可以成功 可以 你可以在这个社会 你成家 无论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无论你建立什么样的家庭 但是笑到不能没有 笑到没有了 社会就来了 动乱就来了 家庭啊 你想要美满 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此方一切诸佛如来 他们开始修行的 就是以什么修行 就是因为笑而开始修行的 所以笑这个字是一切诸佛如来之母 一切诸佛如来 因笑而生的 没有笑到怎么来呢 成佛的道理呢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人 把这个孝敬啊 当作一变风 没有把它重视了 也没办法啊 时代啊 所以你看那个婆罗门尼啊 在地藏菩萨本元经啊 很有名的公案啊 现在要像婆罗门尼一样 要找到一个人 而你像这样 已经找不到一个了 太难了 你看他的母亲 死了以后 他明白这个道理 英国的报应 因为他母亲不相信三宝 毁谤三宝 造业造了许许多多的造业 婆罗门尼相信将来会堕在地狱 真的母亲堕在地狱 所以把他的家产 所有的家产 通通出去 供养出去了 供养三宝 护持三宝 建寺庙 建佛塔 护持出家人 帮助那些贫困的 帮助那些病人 帮助那些老人 那些很穷很穷的人 尽量把所有的能力 所有的能力去供养 我们今天 有没有看到一个像这样的 有没有 有没有呢 把你的家产 全部供养出去 有没有 不跟你争钱还算不错了 有时候父母留下来的钱 留下来的 而你有时候 不但没有感谢 甚至于有时候来批评父母 不公平 种种的 甚至于有时候兄弟姐妹 为了这个财产 故乡伤害 这个事情太多了 书录亚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要记得 不要靠儿女来为你修复 靠儿女来为你回向 我跟你说 普简话讲 没希望 没有希望了 真的 你看现在 父母往生 而你有没有为他 父母最简单的 我发心 吃素 四十九天 没有了 所以你看 婆罗门尼 为了他的母亲 想尽办法 去帮助他的母亲 求佛 加持 没想到 以他的真诚心 感动了古佛 绝华定制在王如来 绝华定制在王如来 告诉他 婆罗门尼 你赶快回去 你也不用忧虑 你好好念我的名号 你就知道 你的母亲在哪里 没想到 一日一月 念他的名号 既然到了地狱 看到了地狱 看到这么多的众生 在这个地狱受苦受难 不忍心来看 后来遇到了 无毒鬼王 无毒鬼王 就问了婆罗门尼 你带到这个地方干什么 我要来了解 我的母亲 现在在哪一个地方 当无毒鬼王 问婆罗门尼 你的母亲 你的父亲的名字叫什么 因为婆罗门尼 是婆罗门的种族 婆罗门的种族 是一种贵族 地位很高 连帝王都要净他三分 很高的 所以印度 婆罗门主是排最第一的 第二是王主 很高的 当婆罗门尼告诉他的母 这个无毒鬼王 当这个无毒鬼王听到这个名字 合掌告诉婆罗门尼 你放心了 你可以回家 因为你的母亲三天前已经升天了 不仅仅你的母亲 而且这些周围的众生 受苦的众生 也因为你的孝心 你的功德 而得到 得度了 也离开这个地狱了 后来呢 下面的那一段经文 是无毒鬼王 称自己亲自讲的 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一段经文是无毒鬼王讲的 哪一段 哪一段 你们有没有读过地藏经的 请举手 难怪你们不知道 无毒鬼王讲的那一段 是哪一段 这一段话很重要 无毒鬼王说 元臣孝顺之耻 为母 什么呢 为母什么呢 四共修福 不是绝华定制在王如来 母亲才脱离的 所以今天呢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三十七年 我们也是婆罗门尼亚 因为我们也是为我们的家亲建属 为这些无量节的我们的累结 因心在主 为我们无量节的过往的父母 生生世世的父母 这些一切的众生 我今天用这个心态 我来做这个三十七年 无论这个三十七年的主法是谁 我不要去分别心 我用我的真心来做这个三十七年 希望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希望我们的父母 在世的时候 或者过往的父母 能够蒙阿弥陀佛 接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我们父母还在的 希望他能够身体健康 希望他能够临终的时候 无有障碍 无病无苦 用这种心态来做这个三十七年 你想一想 你那个功德有多大 无以论比的功德 你想一想 我们 要用什么心态来做 不要分别心 像昨天讲的 你要念阿弥陀佛也好 你念阿弥陀佛也好 你念阿弥陀佛也好 还是念阿弥陀佛也好 反正你好好练 你好好参加这个法位 不要去分别 功德很大 明白吗 知道吗 所以不要分别 哎呀 还写过法师 哎呀 怎么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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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着眼 哎呀 怎么样 嗯 如果用这种心态来分别 做这个法位 哎呀 那就 那就很可惜了 那个功德明 很不很明显的 有功德有 但是不是很明显 所以不要去分别 好不好 一起来做 今天啊 如果你要分别 我前几天讲 就算这个法师 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你那个功德 也不是很明显 显出来 这个啊 简单给大家来 做一个分享 我们这一次的三十七年 就是有两个 要来做一个好样子 给大家看的 就是要提倡孝道 因为孝道 是教我们怎么做人 人都做不好了 念佛怎么能够念好 人都做不好了 我们还能够成佛吗 因为我们这一生的目标 只有一个 就是要成佛的 那你要成佛之前 你先把人做好 因为诸佛佛萨 也是如此 那今天我们父母不在了 怎么办呢 把自己做一个好样子 给人家看 我要孝顺我的父母 我父母不在了 我要做一个好样子 你成为一个先生 你要做好一个先生 你做一个太太 你要做好一个太太 把人做好 做一个好样子 让这个社会对你 我今天学佛 有信心 我今天是念阿弥陀佛 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做一个好样子 这个就是最大圆满的功德的报答 母亲对我们养育之恩 不要做坏事 真的 这个就是简单来给大家说明 这两桩事情 下面我们还有时间 要不要继续跟大家分享 要不要 要我就继续 如果大家说 师父不要了 我就下来了 很简单嘛 对不对 师父从来不勉强别人的 有就做 没有呢 好好在家里念阿弥陀佛 吃饭的时候 吃饭 时间到了 该睡觉的 睡觉 时间到了 该散步的 去散步 时间到了 该去喂鸟的 去喂鸟 这个真的好美的时间 我们这个时间真的是很美的 人生其实很简单的 过得很辛苦 但是奇怪 人 把这个人生搞得很复杂 过得生活 过得这么辛苦 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天天去看医生 今天针灸 那天针灸 后天针灸 针灸到最后 还是一样 所以啊 真的 人啊真的很简单 人越简单啊 真的烦恼越少 所以啊 我们要好好应用这个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人生是无常的 每一分每一秒 无常都会来点的 我们不要去执着太多 计较太多 计较太多 到最后还是带不走 只带了我们的业障 那何苦呢 没必要的 能够抗开一点就抗开 不能抗开的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昨天跟大家分享 你要提高你的境界 你在这一生 你要想修行成就 提高你那个境界 以师父的经验 我昨天 我昨天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你不靠这个忍辱 你无法提高你的境界 因为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 古人常讲 太多事情 不能称心如意的 古人常讲 人不如一事 十有八九 很多事情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辛苦 那你不靠忍辱 那怎么办呢 所以前几天有一位居士 打电话问我 我今天想要问大家 怎么解答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 前几天有一位居士 他说师父 我看到这个人 我好讨厌他 我看到他 我在想吐 我看到他的行为 种种 我每次想到他的行为 我好烦恼 睡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但是师父 你叫我常常忍辱 我真的忍不了 我该怎么办 你以为应该有这种人 你看到他 我讨厌他 有没有 你有没有 讲死话 没关系 有时候师父也会有这样的 以前 看到这个人 我好讨厌你 你又 不要事先在我的面前 如果能够消失的话 尽量消失 好讨厌你 你害我害得好惨 我真的讨厌 我今天还要学佛 如果不学佛 我都当你死得好看 反正我好讨厌你 如果师父没有讲这句话 忍不住 你有没有这种 我常常劝这个句子 我说 能忍则忍 能够忍就忍 当作他是你的老师 来磨练你 成就你 有可能你过去一生劝他的 无影无故的 莫名其妙 当然来惹你烦恼 讲话讲话 讲话讲得好难听 行为也让你很痛苦 有时候甚至也让你很烦恼 当作什么 当作你的老师吧 当作你在还债吧 不然的话怎么办呢 但是师父 我还是忍不住 那该怎么办呢 大家能不能帮我讲一句话 怎么劝他 用你们的智慧 跟我讲一下 然后我跟他讲 他抱着不然的话 所以他每次打电话 我就不接了 那又怎么讲呢 我相信你们有这种的经验 我相信 我相信你们的智慧 怎么讲 跟师父分享一下 师父只有讲一句话 他问我 我该怎么办 他问我 我已经劝他很多次 他一直问我 师父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遇到这种的信徒 我只有一句话 你问我 我该怎么办 我只能回答一句话 你看怎么办 你既然说 我该怎么办 我只能讲一句话 你看着办 你看着办 因为路是你走的 这条路是你走的 人生是你的 你的面前只有两个 一个是极乐世界 一个是善恶道 一个是幸福 一个是痛苦的 唯有你自己去选择 没有人能够逼迫你的 勉强你的 但是你还是执迷不悟 那只有这个方法了 你看着办 只有这个方法而已 所以真的 我们想要修行将来成就 你不靠忍辱啊 你无法提高你那个情绪 刚才讲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都有因都有果 既然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那我们将来要好好修 那将来要怎么修呢 那就看在当下了 所以啊 我们老师啊 我们师父上人啊 常常劝导我们 欲知来世果 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是什么呢 今生做的事啊 将来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现在的事 不是未来过去的事 你能不能得清净心 也是现在的事 你能不能将来 在这个人生过得幸福美满 也是现在的事 就在当下 跟过去未来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 听懂吗 所以师父常常遇到这样的局势啊 就是用这个方法 你看着办 没有别的 对不对 有智慧吗 有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只是偷一个清净心而已 不然的话呢 没完没了的 那怎么办呢 只有这个方法而已 好 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实是怎么说 因为时间也是很短处 还有四五分钟 大家请合掌 下情为蠢已难失 一念回光而亦往 究竟不居心外 分明只在目前 神如是 几经众等 悉念弥陀 三十佛事 指如不舍正修 清蒙受祭一句 如何举阳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下情 下情 昨天已经给大家简单说明了 下情所指的就是我们六道凡夫 纯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去思考 去猜测 去猜测什么呢 是叫我们去思想 去思考 你能不能思考出来 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 它的功德 有多大的功德呢 你能够了解吗 你能够明白吗 我们不能明白 也不能理解 所以中风果师就告诉我们南师 南师就是说 这句名号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 很难用一种语言来 为我们来说明 这句名号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只是中风果师教我们怎么做呢 一念回光而易往 就是说 教你又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算我们今天反复 六道的反复 无法了解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 这个功德有多大 我们不要去想它 中风果师在这个地方教你什么呢 一念回光 一念回光就是说 叫你一念一念的 一句的一句的 一遍的又一遍的去念 把它念熟了 用你的真诚心去念 念到什么程度呢 中风果师告诉我们 如果你用你的真诚心去念佛 将来你的那个新的境界 就能够念到什么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啊 就是这个一个 只要你肯去念 因为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 昨天已经给大家分明 分享很多了 只要你那个心 你那个投入这句阿弥陀佛 你真的已经投入了 这个功德感觉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一念回光而易往 你要相信 这句名号真的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了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脱离了我们的烦恼 只要你相信 你真念 你明白内容的意思 那这句名号 那真的不可思议 那今天如果你还想要知道 你还想要知道 这句名号啊 功德有多大 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 只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赶快念佛 念佛到哪里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 见了阿弥陀佛 你就把这个问题去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帮你解答这个问题了 现在你问师父 师父也说不清楚啊 因为这句名号只有你自己去感受到 而且我们所感受的只是皮毛而已 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 所以那个海贤老上 他为什么天天过得很快乐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心已经跟阿弥陀佛已经融入了 感受到了 所以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啊 他只有快乐 没有烦恼 只有快乐 没有相对的 只有快乐 没有对立的 所以他过得很幸福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过得很乏喜 因为我们那个心没有跟阿弥陀佛投入 所以你还会有烦恼 对不对 所以只有你去见阿弥陀佛 赶快去见他 这个是我鼓励大家了 因为没有别的方法了 我要怎么样解释也解受不了 像我们师父上人跟我讲了一句话 你要听话 你要把五亮寿经赌俗 你要把五亮寿经明白 你才能够了解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十几年到现在 还是想不通 还是讲不清楚 十几年了 十七年了 你想一想 所以我想来想去 算了啦 我还是老实念佛 将来啊 往生到西方起的世界 亲自去问阿弥陀佛吧 见了阿弥陀佛 全部明白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方法是阿弥陀佛提供出来的 提供出来的 他自然他提供出来 当然他知道啊 所以啊 阿弥陀佛是不得已啊 在弥陀经要解才讲一句话 为佛以佛方能究竟 九法界的众生 只能能够了解呢 所以今天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昨天讲到这个地方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才把这个方法来告诉我们 教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念佛 来成佛 因为这个成佛的时间 把这个时间幅度的 大幅度的缩减了 很快你能够成佛 因为十方诸佛如来 祖师大德 就是用这个方法成就的 所以你放心你的安心 去好好去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你放心 你不用怀疑 你不用忧虑 因为这个方法 也是我用成就的 很妥当 很靠谱 你不用伤心 你不用 你不要不相信 就是这个 所以用这个方法 所以很多人啊 有时候问我 师父 那祖师大德 教我们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祖师大德 有没有用其他的方法 此方诸佛如来 有没有用其他方法 你说呢 如果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还用其他的方法 弥陀经 他会这么 为我们讲这一句话呢 我自己是亲自成佛 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你要相信这个道理 你说呢 不可能啊 不可能 你看那个华眼睛 华眼睛 普贤十大愿望 最后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过 以他的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 也不过这而已啊 以离不开这个方法 念阿弥陀佛的啊 文书普贤 从华藏世界 倒归极乐 带着这个五十一位的 法身大事 也是布里瓦 也是用这个方法 这个是在华眼睛 我们看到的 除了华眼睛 我们还看到 愣眼睛 愣眼睛 释迦牟尼佛 告诉我们 大事至菩萨 他出发心 到他成佛圆满 也不离开这个方法呀 大事至菩萨 所以愣眼睛 下面的那一句 告诉我们 不假方便 下面是什么呢 愣眼睛里面 大事至菩萨 眼通张 不假方便 指质成佛 不假方便 指的是什么 都是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 方便 简单 容易 只有你肯念 只有你相信 你真念 中风果实 告诉我们什么呢 凡胜同土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七年 一遍的一遍的劝导 用在这个地方 其实呢 恰如其分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来修行 等觉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事至菩萨 也不例外 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也是一样 来修行 成就自己 菩萨 菩萨也用这个方法 我们也用这个方法 平等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安心了 因为这个方法 诸大菩萨 所用的方法 都是一样的 绝不会说 这些菩萨 还会用另一个方法 你说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不可能啊 所以啊 过去啊 有一位主师 是我们净土中的 第四代主师 是谁啊 是谁呢 你要不要打到 得到这个答案啊 要不要 要不要呢 明天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啊 讲到这个地方 因为时间到了 明天啊 再继续给大家来分析 这个三十七年的内容 所以啊 师父呢 说实在的 很喜欢 这个三十七年 一个三十七年的功德 真的利益不可适宜的 真的名扬两立 好 所以祝大家 我们啊 把今天的三十七年 我们一起来 举办 一起来读宋 将来呢 希望我们能够 得身 净土 好 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祝大家 祝大家 啊 身体健康 年年如意 啊 睡睡平安 祝大家 也老实念佛 希望我们将来 同神 几个国 好 请合掌 请不吝点赞